别忘了一定要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第一时间上架了会告诉你哦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现场 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台北股市在今天站上了2万点的整数大关 连续6天以来开场白都市 台北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而2万点达正了下一步呢 但台北股市今天开高之后忽然压回 上下高低点震荡高达了427点 忽然做了大怒神 虽然中场还是上涨作收 但是这样的卖压需要担心吗 台积电引领指标今天同样是再创历史新高 现在已经来到了超买区吗 不过蓬勃调查认为台积电就算是来到超买指标 三年来的新高 但是现在气首还过早 因为它后续有新的引擎 能够继续支撑它成长 今天也公布出来2月份的营收 第一季营收能够达标吗 而挥拔在公资源晶片的部分 到底接下来有谁能够受惠 今天我们专家做了专题要告诉你 接下来不再是所有的IP股会全面性的上涨 反倒资金会做有效的利用 到底是谁呢 而现在到底是不要不信邪 还是居高要思维 很多人都说2万点了 怎么可能一直涨好就先卖 2万点今天加空出动空军 好 跌下来了 但是空军要回补吗 现在居高真的应该要思维吗 还是说千万不要不信邪 张的时候不要预设高点呢 做头股到底在这里 是不是要担心它压回的震荡 今天底部股开始冒出来了 新思维新战场是您在应对2万点整数大关时候 应该要有的新心态 今天现场我们邀请到三位专家 首先来欢迎的是余波超超人大哥您好 小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我们的技术形态专家 杜富国杜大哥您好 杜富国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我们的产业第一线 曾志祥曾副总副总您好 小玉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看完到三位来宾就知道 今天礼拜五集内容非常精彩 做完功课再放假 大家会比较心安 今天2万点见证历史 台北股市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点位 今天看到了 台北股市今天而且是一举开高 最高就是一开盘的位置 20065一开盘就大涨了371点 不过您看到时间维持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开始迅速的收敛涨幅 最低还曾经一度翻黑跌了55点 来到19638点 所以从20065跌到19638 今天高低档震荡高达了400多点 不过跌幅也没有再扩大 马上就拉起来了 中场就涨了91点 收在19785点 量昨天看到5000亿 今天呢 5713亿 这个量有过热的疑虑吗 今天台北股市再创高 而且沿着军线上攻 连续6天以来 每天都在创历史新高 今天的工程当然还是正两档台积电跟联发科 台积电今天引领冲高 ADR昨天再涨 铃靠一口气 台积电今天涨了24块钱 对大盘指数影响就达到了181点 联发科一开盘也有动 但是中场过后压回平盘附近来进行震荡 反倒是今天高档的出现了回落 涨多的个股当中 今天随着盘中的下沙 大家有一点担心 需不需要居高思维 所以涨多股当中全面性的压回 您看到了像是PCB 像是AIP 还有在光通讯 以及在散热模组当中 甚至包括了设备股 今天几乎都中见落马 但是至今也没有弃手台股 多头转向哪里呢 第一位阶的个股开始攻上来了 您看到了在半导体当中 汉磊今天攻上了涨停板 台达电大牛股好不容易 在今天拉出了一根长红K棒 联电光宝科长荣行 华航世界先进跟立基电 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相对低位阶的个股 所以现在应该要卖高买低吗 应该要卖高本益比买低本益比吗 还是说高周转率应该先卖买低周转率的呢 因为今天台北股市出现了盘中做大怒神的状况 虽然中场集中市场还是涨了0.47% 但是您看到了在贵买市场当中 已经连续两天了都出现了盘中下沙 而且拉不起来贵买指数在今天跌了2.16% 尤其是您看到了这两根黑K 直接来回测绿色这条20天月线的位置区 贵买小型股相对高位阶的个股 资金开始在落跑了吗 今天好多好多的问题 我们要先来请教三位专家 首先我们要从美国股市开始看起 因为你看到了在科技七雄 这一波也是拉抬美股一路的创新高 但是有一个趋势开始在转变了 以前是科技七雄全部都非常强势 但是最近开始有人在做头咯 那如果做头的加速越来越多需要担心吗 我们看到科技七雄最近比较弱势的是谁 Tesla不用讲从年初以来 一口气就跌了29%的力道 这一波完全没有跟上美国股市科技股的涨势 另外还有谁呢 苹果苹果从今年以来也跌了12.2% 再来看到字母Alphabet 今年以来也跌了5.9% 所以美股当中大家说科技七雄变成四虎将 只剩下这四虎将还在标 当然第一个最大的工程就是辉达 辉达今年以来大涨了87% 微软涨了8% 亚马逊涨了16% Meta涨了44% 当科技七雄变成四虎将的时候 围着AI绕就可以了吗 还是说当做头的加速越来越多的时候 美股也要小心呢 宇大哥 好的 美股基本上就是强者很强 从这个七雄当中的走势 我们可以归结三个结论 第一个部分来讲上涨的四党个股 基本上尤其辉达它涨了有87个百分点 最凶悍都是跟AI有关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来讲就是这四党股票 我们上次有追踪这个美国机构法人13F去年第三季 跟去年第四季 基本上不管是像脸书或者亚马逊甚至像辉达都是他们集中买超的一些个股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印证这些股票强者很强的一个状况 不过第三点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比较弱势的 特斯拉 苹果跟Google 那么苹果跟这个谷歌呢 就是字母 它的母公司 是两党在AI部分比较落对的 就是他们发展可能没有像先前上述的这个像脸书或者亚马逊 这么的先就是往前 所以有些辣对 所以当然来讲它的股价也受到这个委屈 那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特斯拉 因为先前节目中有特别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其实这些股票 你注意它的季获利成长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生技股在去年第四季或许是一个低点 然后第一季有机会从预估值来讲慢慢往上 那么汽车电子就是电动车部分是最慢的 可能是在今年第一季 那第一季四月份才会公布财报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对于这些部分你可以注意观察 那强势股来讲的话 强者很强操作 你技术面做一个观察就可以了 那这四党强者很强的概念股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紧盯不放 辉达亚马逊微软Meta在这里 他们不能再 不再维持多头的割据 如果也开始有疑似做头疑虑的话 整个台股跟美国科技股就要小心吗 好的 这是很好的问题 基本上辉达一直往上涨 即使它出现动画 因为它未来是很有前景 所以它可能会出现修正或整理 那这个人气还没有消失 重点是怎么样引导台股 可是你可以发现 整个AI台股当中 它族群很多 前面来讲像这个 所谓伺服器长得很凶悍 那长多了就会回挡 那另外来讲的话 包括散热也很凶悍 那么最近其实你说像台积电 或者后面补的一些这个封装 像晶圆电 它是什么 它也是AI股 只是大家别说 它是这个半导体的龙头 其实都是在这边轮动 所以这边来讲 你就要去看台股当中 轮动跟辉达AI之间 它在哪一个族群当中做一些变化 如果这些族群全部熄火 但它需要震荡 可是另外有一些股票一定会电挡 在人气足够的之下做表演 如果整理的同时 大家要搞清楚 到底只是中线整理 还是真的多投结束 这个判断很重要 攸关到投资朋友现阶段 面对这些强势股压回的时候 决定到底该找买点还是卖点 美国科技股看这四档 那台股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老大哥台积电 有没有发现过万年之后700 没想到这几天 已经快要到了800的价格了 好台积电现在到底有没有超买呢 彭博说了 现在超买台积电的确看得到目前为止 已经超买指标来到三年来的新高 但是超买也无妨 现在气首还早 为什么呢 两大原因 第一个他认为市场上对于生成式的AI 带来额外价值 有信心 所以现在合理化 任何股价持续上涨的情况 第二个后续还有催化剂 催化剂就是生成式AI 能够让价值重新被评估 应用在手机 应用在电脑等 这些都是指数型的上涨 所以彭博认为 就算台积电超买指标来到三年来的新高 但是现在气首还太早 所以用零股买的 用各股线股买的台积电可以续报吗 瑞银说台湾晶片股 涨势延续美国的大涨受贿 而半导体被视为生成式AI需求 提升的最主要值接受会者 多数公司都在台湾 这都是台湾电子股被看好的契机 所以台积电就算超买指标 来到三年来的新高 目前为止续报就对了吗 台积电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先讲一个都台积电 因为NVIDIA的AI 它要下单给它做代工 所以这一个需求是新的需求很大 第二件事情来讲的时候 我们讲一个最重要操作的一个策略 跌时重值 涨时重视 所以目前台积电的市非常好 所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 它还持续上去 这是一个 这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我们不管台湾是不是它来带 最起码一点 它的需求是后面要持续 再来目前筹码全部集中在它身上 所以来讲是没有见到跌停板之前 它还是往上 好 所以如果涨的时候重视 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来看一下 其他的重点族群 尤其是在台北股市目前为止 在涨市的过程当中 两万点有人出动空军 的确可以看得出来 在选择权在期货市场当中 不管是为了避险 或者是在这里看指数涨得不顺眼 大家现阶段 如果对台股比较保守 甚至悲观的人 会担心这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刚才讲的 上涨的科技西雄 现在已经减为四虎降了 有人开始在做头 在下跌 这不需要担心吗 第二个 挥达的股价攻顶 高层套现卖股 卖了1.8亿元 是美元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要 需要担心 可是上几次卖 好像股价也没被卖下去 再来纽约社区银行 亏损标十倍 美国的银行风暴会再起吗 这就是上一次 在美国矽股银行当中 接手标志银行的这家公司 那这个银行因为亏损扩大 然后公司内部发生问题 CEO也走人 他的存款在一个月之内 流失了7% 剩下了770亿美元 不过呢 美国前财长出手 目前为止是暂时止住了 这样子的亏损状况 那这样的事情 不会演变成为金融风暴吗 再加上台股 你能看到腾落指标 每天下跌的加速 都比上涨的加速多 如果去除到权重的话 用纯粹上涨跟加速的 下跌气氛跟上涨气氛 来做比拟的话 腾落指标也没有随着 大盘创高 甚至还处于相对的低档 所以现阶段对台股比较保守 认为涨多一定要进入拉回修正的 会担心这几件事情 副总帮我们看一下 他们到底是起人忧天 还是担心忧理 我不能说是起人忧天 因为人性本来就是如此 就是说你股价涨多了 大家就会开始去思考 说会不会涨多了 要不要居高失为 但是基本上我认为 因为最近的美国股市 跟台北股市 你会发现他们都在拉权重股 那这个权重股又主要集中在两档 跟NVIDIA跟台积电 那NVIDIA 基本上如果你看美国股市 光就算是从科技西雄变成四雄 然后你再从那科技四雄当中 你再去看你会发现 还是只有NVIDIA最强 那个涨幅其他的都落后 他很多 那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他这样子的现象 其实就构成什么 构成整个个股的架构 他不是这么的健康 所以你才会看到 那个腾落指标在往下 然后这个台积电在往上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盘面上 他出现的一个象征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震荡都很正常 但是你要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台积电 他开始出现往上的攻击的一个动作 那是不是他能够一直一路涨 一路涨一路涨 永远都不休息 当然我也不认为会这样子 所以这情况之下就变成说 台积电开始陷入正 假设下个礼拜陷入震荡休息的时候 然后变成其他中小型个股 他又开始稳住正脚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稳住正脚的中小型个股 你开始要去仔细分辨 哪一些可以买 哪一些不可以买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带来给各位的几个重点主题 好哪一些可以买 哪一些不能买 在涨多压活的时候 大家要学习来判断 怎么样从技术指标 跟未来的成长性来看 它只是短线上中期的整理 还是说真的多头结束 那有关下个礼拜的重点消息 还是要看一下美国公布CPI 因为这也是美国联准会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降息的重要关键 下个礼拜3月12号美国要公布2月份的CPI数字 大家都在等通膨有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如果CPI又上升 大家会担心联准会降息的时间点 会不会再往后延 与此同时您看到了现阶段大部分的华尔街看法都认为 降息应该会但是也许不会这么积极 像是小魔就说了您知道吗 股市在创新高 比特币也在创新高 市场上的投资气氛太火热了 所以联准会恐怕会延后降息 否则会吹起大的泡沫 联准会梅斯特官员也说了 有鉴于经济状况良好 所以他认为没必要现在急着降息 明明亚波利斯的联准银行总裁也说了 今年也许会只降一次 不像原本预期的说 可能会降三到六次这么多的状况 所以余大哥来帮我们看一下 今年到底会不会降息 而这对于美国股市这波的多投资金来讲 降息是利多还是不降息是利多 好的 基本上来讲降息以往的经验 降息完之后反而资本市场就是股市 反而容易出现一些修正 但是在降息前的预期这个时间点 反而股市容易震荡向上 那么当然每一次的事件 因为时空背景会比较不太一样 当然大家仔细去看 可是这个状况小玉刚刚提到的 一个关键在什么地方 其实大家就是看到 今年什么时候降 降多少 那你要解答这两个问题的话 你就会看通膨 看景气 还有什么股市 资本市场 那股市现在是非常的热 包括比特币也是很强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降息的这个心态 可能就不会那么早的出现 可是通膨跟景气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公布的数字 像去年第四季的GDP 计真率上次是3.2 比先前3.3要低一点 那只低0.1 那PCE就是个人消费部分 是比预期来的高 但是高只有1.8 比1.7高一点 所以这个数字来讲 它其实很稳定 那所以我们给投资人一个建议 就是说 你就干脆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因为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也会影响目前最强的科技股 那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市场上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它就在4个百分点左右附近 它也没有往上做冲高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大家就是静待 这个资讯OK的时候 你一些强势股 个股再去做操作 所以意思就是说 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只要它不要往上冲高 对科技股的涨势 就不会受影响 基本上没有错 因为你往上冲高 也是接近前高的数字来讲的话 那对科技股一定是有害 那也表示说降息未来的一个路径 可能有点坎坷 所以不如在很复杂 要看这些资讯之外 你先简单看这个部分 有没有很大的一个波动 甚至往上串高 否则基本上在4 甚至还降到4以下 那你不管它什么时候降 或降多少 基本上对资本市场的一个危害性 就不是那么强 好 公債殖利率跟科技股 为什么会产生联动 简单来想 你把资金放在殖利率里面 如果赚4% 甚至赚4.5% 它这个国债殖利率一直在往上扬的时候 资金把钱放在这里就好 我干嘛在股市杀进杀出 但如果说公債殖利率往下再走 像现在降到4.087%的时候 对科技股才是相对比较有利的 所以超人大哥刚才说 大家要看美股科技股到底涨跌与否 你与其去拆降息时间点 去拆降息的码数 还不如直接来看市场上资金 最实战的操作 看公債殖利率就好 只要它不要谈升 只要它不要接近前高 对美国科技股的伤害 应该就没有这么大 好那回到台股当中来看了 有一些个股涨多压回 有一些黑K 而且疑似形成头部的 大家会有一点点担心 今天好多的个股涨多压回 而且不是只有今天一天而已 包括了PCB 光通讯 设备 还有在其他的次族群当中 看到了最近这两天 的确这个黑K都蛮长的 那这些涨多压回的个股 强势股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 到底是涨多正常的整理 换手而已 还是说多头疑似结束呢 好那我们在这边策略出来了 因为这个位置我今天的专利 就是在定义就这边要震荡的 震荡之下有的还往上 有的又往下 好那我们现在这时候 我们就直接涨时重视 回到他的技术面里面来看 这个里面我们先讲一个 叫做回档的 回档里面的是 坤盈看现行做头 等下我在下个单位会 仔细介绍分析这个股票 这是一个做头的 所以这个股票来讲这个不要 所谓的做头是因为它跌破平台整理区吗 一跌破平台整理区 二跌破月线 好这时候不能做 然后再来一个 能做的话双红齐红可以做 它是回档的 然后在那里就说那种低档的 长龙航可不可以做 盘战在那地方没有力量就不要做 那像台达电跟联电的 台达电好 台达电好 台达电打底出来的 那联电的话相对被带的话 也是可以注意到低档区的 好所以要看资金筹码灭后续的银蛋供应 最近大家都说 上个礼拜00940要开幕了 如果00939 00940最近卖的这么夯 当他们投入市场的时候 他们要买的这些成分股 如果刚好是前面老大哥的成分股 那不就在帮他们抬轿吗 市场上有此一说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 这个ETF持股重叠度归纳起来 这个是00939目前为止预估的前十大持股 那这个是00919 就是原本现在市场上今天 还一直持续在往上冲高的成分股 这是总持股的部分 00940预估的前十大成分股当中 大家会说他跟他的重叠有高达70% 他跟他的重叠高达100% 市场上是这样推测的 那除了00919之外 929啦878啦 您看到也有很多市场上高股息的ETF 大家也会开始相做比较 那我就要请副总来帮我解读一下了 市场上有此一说 说当他们挂牌之后 因为他们买的成分股 跟前面的老大哥很像 所以他等于是帮他来抬轿 所以现阶段只有老大哥的 不一定急着要卖老的去买新的 是这样子吗 基本上我 其实话不能说是抬轿 这样子的说法 因为这个说法其实不是太对劲 就是说就像我举一个例子 就像以前我们看那个竹北 新竹的竹北那个房价 房价那时候十几年前 一瓶也差不多20万左右 现在甚至有人喊到70 难道你现在去买的是在帮那20万的抬轿吗 所以那个不能这样子的说法 因为世界上他目前就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你现在去买 等于是你从这个位置再去看 他是不是能够继续上涨 你就要不要去考虑说 人家之前买多少 那这样子就变成你没办法做股票了 那如果说我看到这些成分股重叠的 这个档数比较多 比如说他有买 他有买 然后我去追这些个股可以吗 去追这些个股 对 追啊 你说用追的吗 基本上你还是要做区分的 你不是说00919买了 然后你就全部都一定会涨 不是这样子 绝对不是这样子 就像我在看00940 他第一 如果那个排名是前十大十股 第一名叫做长龙 第二名叫做联电 我基本上我就不会选这一档 我逻辑就非常清楚 我就不会选这样 因为我们还是要去看 个股上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主要在研究个股跟产业 所以那个逻辑要先区分出来 就是说哪一些持股是你看好的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会这样子选的话 那你去买ETF 那是比较适合也是OK 那在这细分当中 如果就这三档我的选择 我会先排除最后面那一支 我的逻辑是这样子 那当然个人想法不同 还是提供给投资人朋友 自己去做思考 对 市场上当中很多人 大家的操作方式 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选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最适合自己晚上睡得着觉的 或者是适合自己特性的 有些人习惯短进短出 每天不做股票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睡不好 但有些人是慢慢爆 这个低买高卖能够赚个波段的 也许才是每一个人不同的策略 当然我们股市现场专家 也很多各门各派提供给您了 那今天法人进出外资 在今天一口气 买了买多少 买432亿 在昨天大买之后 今天扩大家码 在2万点的这个时间点买超 您看到旗指即将要结算了 美股的四五日也在月底即将要到来 在这个时间点外资选择加码台股 那国内法人的部分 投信买超3亿 竞商卖超34亿 其货市场当中 昨天没有太大的动静 那今天看到了在整个台指期当中 减持多单 4621口 所以多单转空单 这是加码 加码4621口 所以你看到进多单变成进空单 1566口 表示说外资今天买了这么多 买了400多亿 结果台股开高走低 买不上去怎么办 反手赶快在起货市场当中布空 帮自己买点保险 所以下个礼拜 起货结算之前 外资会怎么做呢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追踪 虽然看到今年以来 科技西雄变成了四虎将 只剩下他们在吉拉 但是从四虎将延伸出来 其实还有其他很多AI的族群 揪团一起打群架 所以我们要请超人大哥来 帮我们看一下了 这四雄带起了哪些AI的热潮 好的 其实基本上来讲 就成如小异所提到的 除了这四党之外 那另外我们刚刚看到 三党是往下跌 就像特斯拉 那所以这些主要科技股的 一个上涨跟下跌 当然攸关第一个 美股的一个上涨 它的一个力道 第二个它集中的族群 当然就会带动台股的族群 所以这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看到这七党之后呢 我们就会 请导播打下表一 就是我们直接数字化 看它的属性 好的 当然这一党没有提到啦 因为它本身先前并不算 你可以发现一年的涨幅 还有就是今年 迄今为止 我们到3月4号为止 它的涨幅 它这边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那脸书你说 这个是所谓的尖牙骨 但是也是属于人工智慧 它的要开展 亚马逊 所以这些部分来讲 正好就是 刚刚小玉那四张图中 七雄长得最凶的四党 那么 另外多了一个美超围 那我们如果再看下一页的话 其实就跟刚刚的四个图一样 微软也算是 ChairGP就是它嘛 可是它比较不在上游 所以它涨幅比较没有那么凶悍 那当然谷歌 苹果 特斯拉 就是我们刚刚讲比较落后的 但是在这边最后有一个部分 叫做比特币 自从这个美国正 管会核准了一些 现货ETF之后呢 比特币 那也出现了一些涨势 200 今年到59.1 所以 现在目前来讲 由AI带领 是最强 那最强的股票 也会出现震荡嘛 那震荡 但是因为人气还是在 所以它可能 资金还会去找一些 其他的个股做轮动 那这个时候来讲 我们就去看 哪一些东西 族群啊 或者是标的 它有涨幅 但市场可能还没有特别留意 或者忽略 所以我们就会特别提到 比特币相关的概念 这也是小摩说 为什么最近可能连准会 不急着降息 有可能产生泡沫 因为比特币 真的是飙到天上去 短短的数十的时间 它已经飙上了历史新高 所以这样的飙法 的确让大家 有一点担心通膨会再起 不过就像这个超人大哥 讲到的 大家看到资金往哪里去 就要关注一下 台湾相关的概念股 虽然今天 出现了一些动荡 但是后续呢 如果比特币再标 他们有没有机会 那要看台湾的比特币 相关概念股 有没有机会 就要先看一下 美国的比特币 概念股就是在涨 没有错 那么这个地方来讲 有个玄机 它比较不会像AI 人工智慧全面大涨 你可以发现 一年的涨幅 那当然都是非常凶悍 那这个当然是交易所 那这个公司 基本上它是比较做 现货比特币的交易 那因为你比特币往上涨了嘛 所以它的库存 或它新买的比特币 就好像自营的那种感觉 它当然获利就会比较来的大 好这些也是我们看到 在美国股市四大比特币 刚才昌尔大哥谈到 最近股价的表现 对那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这一档 所以它为什么会这么凶悍 唯一策略公司 那当然这个部分来讲 Coinbase 对Coinbase 那基本上基本配备 可是你可以发现另外的 RIOT或者是所谓的BITF 它们有涨 可是基本上属于比较盘整 所以今年以来的时候 这两档个股反而基本上 还是一个下跌 那么最强的就是 我持有现货 那我去做比特币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呢 基本上也很好去处理说 到底我们怎么去处理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滞后的时间 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会去 比如说进入股市 台积电热啦 ETF很热 那当然投资人就会想说 哇讨论度就高了嘛 也很想介入 那比特币强 它先比特币强 可是挖矿这个部分来讲 大家会慢慢意识到说 比特币这么强 那我们也要来挖矿 所以或许有一个层次性的 所以我们就看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有个层次性 有一些东西可以补涨上来 所以如果美国比特币在涨 然后比特币相关概念度 有的涨 有的涨没那么多 那对照台湾的这些 比特币概念股来讲 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要精挑个股 才不会挑到那个涨不多的 没有错 我们其实提到这31档 我们一共提供三个不同的层次 跟大家做一个解析 第一个层次 当然就是说 今年度跟去年度 它获利的一个成长性 当然你说像台积电日月光 这个也是AI的概念股 没有关系 你可以一并做一个参考 第二个部分来讲 我们用最近一季 就是已经公布的啦 先不用去猜测 那多半来讲 它可能是第三季已经公布 它的营业利率 就本业获利率 跟第二季的一个状况 它是要成长的 那么当然有少许的个股 它已经提到第四季了 那也可以发现 这些股票来讲 它的一个最近的表现 就相当的一个表现的突出 那最后一个层次 就是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价位如何 刚刚杜大哥也特别提到 因为你的价位的一个部分 可能在这个地方飙高之后 即使你是最红的题材 那市场也是会啪啪的嘛 那所以基本上你的基期 就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想说提供这31档 这个比特币的概念股之后 就用这三个部分 来跟大家做一个什么解析 所以导播马上就打出了 2024的年成长 那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像台积电 日月光 事实上这是当时估的 那其实已公布 我们会发现 其实法能平均的估计 还蛮准确的 所以2024年今年估 我们也觉得说有些信心 那所以你可以发现 台积电 日月光 台大电 创意都是已经公布的 所以目前为止已经公布 从台积电去年赚的 每股32.34元来看 今年能够成长 预估37块 对 就是说同样是由这 六个法人平均 他在预估 2023年是31.4 那真正是32.34 很近嘛 那2024他的预估 当然他还可能会做微调 可是目前这样子来看 他还是有两位数的成长 所以目前为止 你看到台积电 日月光 台大电创意 这些个股 目前为止已经公布的数字 跟今年预估能够赚的EPS 基本上都是成长 所以为什么股价在动 对 这是一个 可是另外他的成长 以台积电来并不是很强 关键在什么 是我们待会谈到第三项 他其实股价的基期 所以股价基期如果没有动 但是他其实是好的东西 他还是会涨的 好 这告诉我们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看 他预估涨幅的程度 不只是两位数 而且越大越好 那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这种比较大的 像什么四星KY技嘉 你没办法下手 因为他已经涨得很凶了 所以这就是困难度 那是不是有这种成长性很高 但是股价还相对客气的一些股票 那就值得我们做留意 所以待会我们在第三个部分 会特别提到说 我们用什么样的基期去比说 他目前股价的一个高低 好那第一个看的就是预估的EPS 如果预估EPS能够成长 相对来讲成长幅度比较大的 这是第一个筛选的条件 比特币要筛选的个股当中 第二个盈益率的部分也来帮我们看一下 好的盈益率跟月盈的时候 当然这边 二月还没有那么快 这一月的部分 但是你可以注意这样的状况 这还是获利成长 因为有一些小型股 法人可能比较没有特别估计 那这个时候来讲 当你介入的时候 你的预估值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们就看盈益率一样 基本上来讲 营业利益率事实上变化都不是很大 那这个有事的话 就是说已经第四季出来了 不多 光宝科景硕都一样 那主要我们就看 他的继承长 那其实台积电涨这么凶 他当时在第四季来讲 他还少许跌了这一点 可是因为他的营收增加 或者是说这个整个来讲 营业利益完之后 他的这个税前净利 其实基本上反而是往上走的 事实上并不太大的影响 因为没有什么超过说一个百分点 勉强有微信是一个百分点 所以这边来讲很整齐 还有一个是创意 所以股价似乎有点 但是这是第三季了 第四季搞不好往上拉伸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另外就是月营收的成长 如果是月跟季双重成长的话 是最好的 尤其是他基本上连成长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连成长都是两位数的成长 那这些部分来讲 当然就特别重要 好三大条件 第一个看EPS的预估 第二个看盈益率 第三个来帮我们看一下股价位阶 好的 那位阶我们就是用什么 用11月2号 为什么11月2号 先前用AI也是一样 当时就是台北股市的一个低点 台币那时候也是扁到相对的一个高档 所以这边来讲 用这个为一个基础 那事实上来讲 可以很明显看到 以目前3月5号的价位的差值 有出现负值的 那你特别留意 他是不是有过分低估 但是他有些原因 可能是集团性或各方面 那像南亚科这些低院的 金燕 华星光这些都有 可是这个先前在去年 他长得比较凶悍 这个你要做一些 这个看法 另外华裔 这个最近有些都是长得非常凶悍的 可以看一下都不涨上来了 另外反正是台达电 这个刚刚似乎是这个富国兄 有特别也提到 他其实基础是不错 那前面也没有大涨过 那他的差值出现负或者涨幅非常小的话 都可以留意 像创意最近有稍微小反弹 也是因为这样的状况 那因为我们刚刚看他第三季的这个盈利率 有点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做参考 涨得不够高 然后第三季盈利率如果稍微做进收减 第四季又往上拉的话 他都是大家可以做一个思考的方向 好这三大条件 第一个EBS一定要成长 成长越多越好 第二个盈利率也要成长 第三个股价位阶 如果还没有充分反应的这个部分 可以来做留意 这三大表格提供给您 那还有哪一些能够来 掏金筛选出现阶段的潜力股呢 我们稍后追踪 到底现阶段是不要不信邪 股市就涨给你看 还是说居高要思维 两万点可以出动空军 来 不要不信邪 这是我下的标 现在还不 现在你要说居高思维是不对的 出动空军 所以我要讲 我今天特别讲策略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指数没有做投 底部股票很少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要把经验跟你讲 我先定位 我认为要面对开始震荡 震荡之下 你的操作策略重 所以我今天所谈 全都是操作 所以下个图形里面 下个里面就照我来讲的 先每个人定位 有人认为是两万四 那最近涨了以后 上个礼拜就有人喊到三万点 他到底是谁 他不管怎么样 各位这些预测未来都是对的 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 看台股的自由 对都可以 因为最重要一点说 他势在走的时候 不要不信邪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我是科学人 牛顿的信徒 苹果树一定会掉 涨多一定跌 接着又拉出说 山岭上玩有谁能赢 但是趋势在走的时候 不要去做错 所以我这边先讲 我定位面临要进行震荡 好 所以我这边来讲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 紧盯台股震荡的因素 这个地方里面 特别盯紧我们的非凡所有的节目 好 尤其上刚刚博昭兄的美国影响最大 接着呢 三不一没有 那你要怎么做 策略怎样 再来为什么不搭孙丰车 那现在孙丰车里面不是搭个股 而是所有ETF 因投资人在买 所以他通通上 不是指他他个股 而是所有ETF都被他发现 我有一个福人社的好朋友 从不做股票 是一个非常大的老板 透过来问我说 请问Frank 我要买930还是940好 手上是几亿的公司 他也进来了 我不说这叫做最后一只老鼠 只是说人气很热 人气热不要说他坏 代表是人气热 所以他大家叫的是 所有ETF都往上涨 再来 这时候我是不是能挑到一些震荡的 低基级的股票 我的主轴 好 下个图形里面 那我们来找证据 昨天震了 今天也震了 那这个为什么会震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技术面的 今天是上下震400多点 外资买了 那这边我写的 各位我们现在早就再讲一点嘛 现在有人讲说这个股票叫做神山台股 或叫做垃圾股 即为台积电 今天这集中台义链贡献197点 外资大买 好这个地方 那没有台义链的店头跌2.1% 那我们再来看今天为什么要震荡 这个是不是冲上去直接杀 接着掉起来做指数 这个地方就是直接 直接往下杀完以后就没有力量 各位 这个是第一次出现震荡 他没有说要跌 只是告诉有的股票 要往上 有的股票往下 小玉跟你分享 一个市场里面只有三个行为 有人一直在买 比方外资一直买台积电 有人今天一直在卖 有的股票就翻版给你跌 另外一种人他有买有卖 叫做40%的冲销比例 因此只是震荡 没有说要跌 香港图形 知道这个我们来看看 他为什么会跌 这个要盯 这个我不解释 不要多解释 利率会议之前都会涨 我们之前想说 去年你要涨 是不是涨完完 就是说没有降息跌 接着说三月是不是又涨 三月没有 先说整年要觉得 是不是又涨 涨完没有又跌 那什么时候会涨呢 如果我是财政部长 我帮总统到九月选与平 我再来弄吗 好 接着呢 这个GPU 这整个的发展怎么样 目前是不是持续往上 这是要关注到 再来 这个东西那当然进涨速度 目前经济的最苦了 你们都把我拱那么高 好我怎么买呀 好再来废半 废半继续涨 台电一定要继续涨 所以股票也不会跌 外质继续买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再来 涨时重值跌的重视 看似 变化下个图形 那我们就出来了以后 这是影响的变化 我们直接看 这边为什么定义为震荡 我认为台股即将震荡整理 各位震荡整理是 有的涨有的跌 震荡整理的时候 重视着操作 所以震荡整理并不代表 多头结束 你是要提醒大家这个 对 但是震荡里面的时候 如果有人卖得多 他就跌 报错股票就也等于多头结束 你自己就 你的结束 好我们来看 第一次 这边来讲话 这边上涨的时候 上升趋势线一路上去 到了这边 是不是跌破上升趋势线 产生变化 上升线形反转 这个只是整理 跌了32% 目前这一个 做头下跌以后 这种线形我们称为是 他针对他做一个大右肩 所以这边来讲说 这上升轨道 这个轨道 到这边是不是顶到 顶到所以今天 昨天震 今天就直接又震荡下来了 在这种震荡状况之下 他这地方要进行整理震荡 所以这边的震荡 接着开始 昨天 从今天开始 各位 你操作会发现越难越做 所以我们操作你们要重视 好 一个月后 这边震的厉害就是跌 震荡太厉害就是大跌 所以大家先不要太担心 台股会V转下来 而是要去看讯号 在震荡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对 他等于说你在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他会股市 市长会告诉你 好 这是我们来讲 我只先提出 这边开始进入个震荡 三不一有没有 第一个不要不信邪 涨就是涨 不要说台股 没有道理 好 这一波的台股真的是印证 再度告诉大家 就是真的永远要相信黑板 黑板 就是永远要相信黑板 我们赌了四十几年 永远相信黑板 千万不要空强势股 好多股票 它一定会掉下来 你绝对不要去空它 再来下跌股票 绝不要去买它 有的股票 我们讲中刚 中刚买它干嘛 一路盘跌 任何跌的股票 不要去买 再来第四个 请注意到 什么时候震荡中间会转弱 股票没有藏黑 不会回头 最重要是不会藏黑 它不会回头 它就给你一路涨上去 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 下个图景 里面 好 那再来一个里面 这个里面是这个因素 所以这边操作策略里面 我们就等一下下段专门讲 这些策略在这边的 所以在这边再来一个 我根据四十几年的经验 跟台湾超过一个基本面的 它是震荡的状况之下 会做改变 我下来会告诉你 怎么去操作 还有怎么去挑股票 这次句话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在这四十几年来 杜大哥的经验当中就会告诉你 每一次在市场上 你看到那个涨跌在出现的时候 你不见得就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要告诉你 介绍你该怎么做 好 所以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再来讲过 跟着NVIDIA跟着台积电一起飞 目前为止还可以跟着他们一起 吃香喝辣的有谁呢 基本上台积电这一波 不要去 任何的这个冲高 你都不要想说 急着要把它卖掉 千万不要 顺着趋势走 就跟NVIDIA一模一样 你就是顺着趋势走 也不用想这么多 那当然各股的部分我们 中小型股的部分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有空会来谈 我们先来看就是说 在这一波其实NVIDIA 也不是所有它的一个 跟它相关的股票都涨 但是呢 这边我们其实提出一个方向 这个其实我们在前两个礼拜 也是在小玉的节目当中 有特别谈到 就是NVIDIA它未来 它预计要去切入这个自研的一个晶片 这个300亿云的美金的一个市场 当NVIDIA这样子的龙头公司 它原本固守的 它的一个这个AI的一个伺服器 GPU的一个方向 虽然说它自己本身GPU里面 也有一些特定客制的自己的一个处理 像是处理光追啊 或者是处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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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ensor Core的这种概念 所以它自研晶片它本来就有 但是它是把它放在这个什么 这个GPU里面 那如果说它要把它额外拿出来 去做特定另外的一个运用 或者是专门为了一些 深层次语言的一个方向在做的话 它就演变成说它会去跟其他的 场抢市场 就会演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当NVIDIA如果 如果接下来真的要供 ASIC的一个 一个自研晶片的市场的话 它扩大它的AI版图 这个绝对是有可能的 因为NVIDIA它其实 它本身的护城额的策略 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今天要提出一个思考 就是说请所有的投资朋友 我们看看最近的一些IPA股票 你会发现它特别的相对是比较弱一些 去年的一个重额到了今年怎么会 在1月的时候还算是OK 为什么 到了最近反而都一路这样子修正下来 更何况到目前为止 IP当中股王还是在这里 但是为什么最近这些股票 其中像是这个跌比较重的 像是智源一路在下跌 或者甚至到这个比较成熟制成的 这个什么 2388的一个威胜 更是跌了快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其实背后就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说 你如果有看到我们上一次 在小月的节目当中 有谈到的核心的重点 就是未来不再是所有的IP股都一起涨 所以你会发现现阶段来说 它其实就开始出现分歧 那接下来你要去思考另外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这边列出了非常多的IP股票 那当然这个不是IP股票 这个其实也算是合作 我还记得在去年10月到11月的时候 我们在股市现场的时候 就有跟各位所有的投资朋友 特别谈到联发科 只要联发科跟NVIDIA合作 未来上一千不是梦 这之前我们说过 所以现在一千二了 很合乎我们的一个推论 但是这一些 你如果排除以上这两档 其他的下面的这些 是市场上现阶段非常多 赏务朋友会关心的 我们这边就要先开始 给各位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思考 什么样的思考 就是说今天NVIDIA如果未来 他真的要供这一块要抢市场 因为IC设计当中 他分成前段跟后段的一个 两块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向 两段的一个 两个阶段才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NVIDIA他前段把它做好了 后段的部分他会给台湾的 台湾的相关公司来去做 但是你这时候就要去思考 他们供智炎晶片的部分 他一定是针对特定的AI的运用 来去强化 不然他原本的这个GPU就够强了 所以一定会是针对特定的AI的一个 这个运算来去做应用 就像以前的比特币 在我记得差不多在三年前 那时候比特币有一段时间 大家很疯狂的是在用那个所谓的 当然现在也很疯狂 但是那时候呢 大家一开始是在用这个所谓 不是用专用矿机喔 那时候是用显示卡在挖 有一部分他是用显示卡在挖 那个以太币 对不对 但是到后面像是蚂蚁 蚂蚁矿机也是跟台湾电盒 这个下单的 他到后面你会发现 他开发出专用的 ISIC运算的一个晶片 专门用来挖矿的 然后他就演变成什么 演变成说 他就用客制化的晶片来处理这一块 所以未来专业的分工在AI的运算 专员的分工也会开始出 陆续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就要回过头来 就要去思考 所以NVIDIA未来如果开始要供这一块的话 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供这一块 台湾有一部分他就会吃不到这块饼 而且国外的这些大厂 他就直接跟NVIDIA买就好 他不需要再委托台湾的一些设计公司 来去做作为的这个委外设计不用 因为毕竟NVIDIA他一条龙都帮你包好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再回过台再来去思考 就是说你今天要做AI的运算 你制程也不能差 就那个先进制 你总不可以一直要用成熟制程去做 这么高效率的 然后耗电这个比较低的 耗能比较少的去做 这个就没有办法 所以比较偏向跟成熟制程合作的 IP的公司接下来就有可能一个一个 比较辛苦一些 那在这一篇我要再提出另外一个思考 什么样的思考 今年很强的神盾跟安国 先前大家都在讲 都在讲什么 去买了这个又什么IP的公司 什么IP的公司 什么IP的公司 我这边要先告诉所有的投资朋友 如果未来NVIDIA正式要切入这一块 我告诉你 你没有办法用技术没有到位的 技术没有到位 又没有跟台积电配合的 吃不到分不到任何市场 很难去分到市场的 这块这么大的300亿的一个大饼 所以你会发现 但是可能有些投资人听到这边会想说 可是现在最近是几乎给说是 所有的IP股都在跌 第一个这是市场气氛 过去涨太多 第二个是因为到现在 不管是我们也好 或者是一些外资或者是一些法人都好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去确认 NVIDIA 他到底要跟谁合作 如果他要攻这块市场 如果他要攻这块市场 所以就演变成说 现在市场气氛就会比较担忧说 那如果NVIDIA攻ASIC的话 那是不是我先买 等他确定之后我们再买 他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最近的IP股 相对来说会比较弱的原因也在这边 除了涨多之外 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去反推过来 你今天AI的一个算力要越来越高 这是未来的目标 然后你要客制化的今天 当然我们首要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只有台积电 只有台积电 不用去想三星 因为之前之前 我前两天又看到一个新闻 说韩国的媒体又在讲说三星 说什么三奈米 比台积电的三奈米还要更先进 所以要把它改名叫做两奈米 听起来非常的匪夷所思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匪夷所思之下 就不理他 我们就去看我们的台积电 所以当然我们在这当中 就要去我们帮各位去做解析 资源是当然母公司是联电 所以他跟联队人合作三星合作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你这边要去区分 我们这一张就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区分清楚 你今天如果未来NVIDIA 跟真的要供这一块 台积电免不了 一定是合作伙伴 所以相关的合作伙伴 但是你这边又要去区分 区分什么 有些技术IP公司它的技术有到 所以它能够做NRE 或者是做TNT 这部分它有办法 技术有到 我们这边有特别标出来 这个是先进制程的 然后像具有科 前一段时间的超远凶 但是他比较下单也是有下载台积电 但是他比较偏向成熟制程 这个就要区分清楚了 然后世新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营收 都来自委外的一个设计 所以他会是股王 到目前为止看法不变 所以未来这个NVIDIA 如果要继续供ASIC的这一块 世新一样是没有办法缺席 然后爱普的一个部分 它是比较特别 什么比较特别呢 因为他自己有他的一个 跟台积电合作 是在3D堆叠的记忆体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跟台积电合作 但是其他的部分就是 他的母公司一基电 所以这个就要稍微区分一下 那金星科比较偏向车用 所以这个NVIDIA在供 如果供ASIC的话 其实金星科影响就不大 但是金星科最近 他等于是被其他整体气势的疲弱 他脱下来 所以投资好朋友 你今天这一张 你就可以把它截图下来 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你来去看看 等到未来 如果IP股陆续一档一档 直稳了 直稳了之后 你不要像去年一样 设飞标在设飞标乱买 你直稳了之后 你就要去看 未来哪一些 是真的 如果说当NVIDIA 正式要推军ASIC的一个市场 你就要去选择 跟台积电有关 然后又要跟台积电 有投入他的先进制程 合作的这个方向 有关系的IP股 好 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脉络 现在已经不是随便买 随便赚的时候 所以这样的脉络更要搞清楚 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按表操控目前为止 应该已经要慢慢来注意 这些所谓的高股息值利率的概念股了 尤其是今年金融股 这个打投证 好多个股公布出来 获利数字 还有在配息都非常非常的大方 所以股炸也率先的来进行反应 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回来 要从金融股来下手 到底今天动起来了 这些股息值利率 有谁今年真的能够参与呢 好的 这个时间本来就是 往年都是股息值利率 可以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不过因为今年 像这一些AI的股票 所以它占了它的风采 但是在这个已经接近很高 大家有点害怕 可能会震荡之际 其实这个股息值利率 或者是说刚刚小玉所提到的 金融股公布去年的获利 甚至一月的一个获利 十分亮眼 也非常整齐 那我们就可以来探讨这个族群 或许也是另外一个机会 好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 因为 其实很多的金融股 当然它有一些母公司 或者是有一些交叉持股的动作 所以相关的概念股也会受贿 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从今年 哇金成盈大方配时来看起 好的 因为这边来讲 就刚刚我们在讲 这个所谓的比特币 一样 这一些概念股 它有一些什么 就是说层次性的介绍 那么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 到底今年跟去年的获利 那今年要配多少 是跟去年整体的获利有关系 所以今年的获利能够成长 以及去年的获利 或许已经公布出来 是十分亮丽的 而跟市场有一些出路 那这个时候来讲 你的机会就出现了 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三档股票 先用这三档股票来讲 就是讲我们刚刚的一个假设 其实基本上来讲 永信件 当然它不是银行股 金成盈 赵峰金 他们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这边有2023年去年前三季的时候 其实去年第四季就知道了 非常亮眼 9.6 5.4 跟2.56 那么2022这么少 那为什么我们会提到2022的 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 2022就是2023去配 那你现在2024是不是要配2023的 所以2023的获利是越高越好 那你可以注意哦 真正公司已经公布了 12.55永信件 哇 那基本上第四季非常强 金成盈5.59 跟前三季差不多 但是也是很好 为什么 你可以跟2022去相比 它都有大幅成长 如果大幅成长的话 而股息配发率的政策 没有改得很大 那么基本上 它的现金股息配一定是高嘛 那所以 它就会比较有一些这个机会了 那当然赵峰金还没有公布 不过2.56 2.37 1.32 这都有相当重要的一个现象 好 那你看完这个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这边有推估 就是说你如果从2023配2022的时候 它有一个配息率嘛 像当时永信件是90个百分点 金成盈是56 那赵峰金高达94 就这个也不能够吝啬 那当时如果你从第一到第三季的时候 它是可以配8.64 但是到它真正公布去年 可以赚12.55的时候 你同样用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就非常接近 它实际公布也是要配11.29 你可以去乘一下 那金成盈应该是3.02 用5.4的话 那最后来讲它配3.3 也非常接近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你不见得是完全那个信赖 但是你可以做个参考 那你以这些股票来讲 它还蛮贴切的 那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要看一下他们股价的表现 导播可以看永信件或者是金成盈 因为当时他们的公布去年获利之后 也顺便公布了什么 他们今年会配发去年多少现金股息 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这一天大概应该在2月底 应该是2月26号吧 就是公司里公布的时候嘛 这边会有一个数字 有个价格 那这个价格去跟前面一到三季的部分 再用2023配2022的配发率去试算 那个时候有个股息殖利率是多少 可是当整个获利超出市场预期 就是说大幅比2022增加的时候 那当然 想当而它的股息殖利率 一定是跟着什么往上拉伸 所以也出现这样的现象 但是当然它这么一节 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 到这个附近的时候 它的股息殖利率大概有10个百分点 那当然也在这边出现了一些震荡 所以基本上你要早先做一些配置 跟安排可能就会更理想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金城银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 但是它的整个获利并没有差太远了 那会配3块钱这么高 是因为它2023比2022赚的超过太多了 5块多 那个2022才赚不到2块钱 是这个原因 但是一样也会出现一个扬升 那这样的一个扬升其实也还蛮凶悍的 所以在AI股或强势股 在地方震荡很剧烈之下 这种部分也可以做一些什么 选择 那当然赵峰还没有宣布 不过赵峰来讲 他往年也是进行股息的配发率也是很高 所以基本上也可以做一个试算 它是慢慢的上来的 所以这边就是用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敢看金融股 为什么这个现金股息殖利率有机会 因为什么 因为股价上它也有一些机会 好那刚才我们看到是2022的EPS 跟2023年前三季的EPS来做比较 但是如果用全年呢 2022的EPS跟2023目前为止 字节的EPS来看 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去年赚很多 所以今年配大方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错 当然第一个我们要看今年配型 你就要看2023跟2022的状况 因为如果股息殖利率的配发政策不太改变的话 那当然2023里如果出现的增长幅度越大 而且是实际公布 当然它所配的现金股息就越高 那股价如果还没有什么反应的话 当然它就有机会 好 那我们另外一个部分来讲就是说 除了我们看2023比2022要成长之外 是因为我们要看到今年度 它能够配发的现金股息的一个状况 有高的现金股息殖利率之外呢 那今年度2024它实际获利的预估也不能太差 因为如果太差的话 那后继基本上可能就比较无力了 因为什么 你要填息啊 还有就是说除息前的行情这些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只注意两个部分 就是这个红色的部分 就是第一个 2023 2022年成长 三十六二十六 就大概有两个就是两位数 十个百分之以上的成长 富邦啊国泰都有 玉山也有 另外今年度又比这个去年度实际 那当然这个是法能预估的一个值 好2023其实估计还蛮还蛮准确的 也是大幅成长 那这个时候来讲你当然眼光就会注意这些 2023很好2024也非常好的公司 然后再往底下去一个一个部分去看嘛 好那刚刚看到寿闲股有 那另外新银行股部分 元大台新永丰第一 事实上来讲在2023字节的部分的成长 好 元大还蛮凶的 好那当然台新跟这个第一就稍微不是那么大 那就是跟今年度配息的这个幅度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在看到今年度比去年成长的话 市场表现都不错都有两位数 好所以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第一个今年的配息 在相同的配息率的一个政策之下 2023部分刚刚那几个股票 包括这个富邦国泰都有玉山 还有这四个银行股 体系为主的金控也都出现 那他们也同时在2020比2023的预估值当中 都出现成长 所以这个就可以占你什么 整个选股 在思考你这个股息殖利率的部分呢 可以来做一个什么持续追踪的标的 因为什么因为股价会波动 还有市场上流行的状况会不一样 那或许当这个AI股 它出现震荡 因为涨的比较凶 它也要出现一些换手的时候 那有机会的一些资金到其他的部分 到股息资利率 那当然金融股这些部分就有机会了 可是你要先有一个准备嘛 那你就可以比较可以充容的应付 那我能不能够从再长远一点来看 因为既然每一年如果都要成长 它配的股息才会越来越高 那刚才看到的是在2024年的部分 那如果从2024年先单看 元月份的获利数字公布了 有哪一些有一个好的开始 对这当然 因为一般来讲元月的获利 不见得是要强迫公布的 除非是一些什么储置性的股票 但是今年的银行股很大方 金控股都很大方 它也直接除了去年的获利之外 也公布了元月的获利 好 那我们来看 其实一个月的获利 基本上大概是8.3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说如果它公布的这个获利 占整个今年法人2024估计的话 是在8个百分点以下 那表示说 哇 那你这个估计好像是不是高估了 因为它一个月份的获利 还低于它应该在每个月获利的份额 可是事实上来讲不会 你可以看到像张银 金城 旺旺 不管是禅险 不管是金控 基本上来讲你可以发现 今年估的EPS这个成长度 那今年法人估的这个多少 它所占今年估的EPS 我们刚刚讲是大概8.3一个月份 那你可以发现张银是11.5 金城银有点特殊 它更是一口气公布1到2月 所以这是1到2月 但是你除一除也有10个百分点以上 都比8.3要来的高 好 那这些部分没有 那我们就跳过 看已经公布的事实上不少 下也好 9.5不错啦 比8.3强 你可以看到富邦 哇 15.2 国泰 那我们刚刚有没有看到2024比2023 成长幅度要来的高 那结果它的1月获利 又占2024整个估计的获利当中 这个快一倍了 因为8.3是1月应该有的嘛 一倍了 那另外像赵峰13.4 台新11.4 所以这些部分来讲更显得说 2024如果比2023出现成长是好事之外 那好像它的这个进度啊 非常的这个图前 1月份就已经完成了什么 它2024估计的可能标准值之上 超过8.3个百分点以上 那所以这些股票 你就可以更进一步做个留意 那我们可会实际从它的现金 跟这个股票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公布出来的状况 到底配多少 这个很好 因为我们就去看一看先前 它配的时候2023 配2022的时候是多少 当然这一年啊 你还是可以做参考 那我们就假设2024 再配2023的时候呢 也有这个机会 好那我们就看一看 过去的数字 对过去数字 但一年希望是多年啊 但是没有关系 一年也是可以 那股息配发率来讲的话 现金股息部分 如果能够超过五成 因为比较标准有一些专门 配股很强的 大概是七成七成五了 那当然金融股来讲 不要求 因为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事实上能够超过五成 都相当不错 那当然这些部分来讲 46.4.12.35 但是也要看它整个获利 如果获利很强 而比2022强很多的话 那其实即使保持这样的 配发率 还可以配相当多 另外你可以看到 赵峰是配最多的 以比例来讲 那另外元大 台形也有接近五成 好那看完这个之后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 中性也是也是不错 中性跟低也是不错 那我们就直接换算了 如果从直利率来看 依照目前为止股价的 这个位阶点来看 直利率是不是越高的越好 好那当然是 因为精神已经公布了 那我们现在就看怎么看 就是说2023它已经自节了 那2023配2022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个 模拟的配息率也出来了 那我们就也来一个 模拟的可能会怎么样 但是不见得一定是 但是你总有一个数据 可以做参考 然后出现了这个 以3月6号的收盘价 跟它配息率这么多 相乘的结果之下 所得到的直利率 那你可以发现有哪些股票 直利率在3月6号的时候 还能够超过5以上 或者说后面来讲 也许金融股出现震荡 价格下来了 那这些东西估计不变嘛 它直利率就要往上 那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如果都不变 是这些红色的 在5个百分点以上的有机会 那如果说金融股 因为后面来讲震荡 又价格往下走 那机会就又出现了 所以这个东西 完全是一个动态性 而且你要随时准备好的 那这边看完之后 哇下有中信不低 还有赵峰 所以我想这些都可以 足以做一些参考 那我应该要用 现在的股价位阶来评判一下 该不该入手吗 你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3月6号 那当然今天就是更新的价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再隔了一个礼拜 假设啦 金融股它是出现震荡的 它如果往上走 你机会就变小了 那如果它价格是往下走 那因为价格跟 获利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的直利率 就会开始往上做拉伸 那可能拉到6 7 那这个时候来讲 你入手就是更好的机会了 所以你可以做强势股 像AI的都可以 可是也等到说 这一些股息指定率的股票 因为市场上的一些因素 来到你的甜蜜点 那你也可以动手 所以你的选择性 就会更多样了 那下一张字卡当中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价格差距的部分 好 那其实我们这个是用2022 23 24 就这三年来讲 因为24才刚刚过嘛 它平均价 哪一年出现了最低的均价 这是均价不是最低价 均价最低的这三年份的来做比较 那再用3月6号的收盘价来看 那这边有个差距 那如果距离这个均价比例越高的 当然你再配合我们刚刚讲的股息殖利率 如果基本上也不算是太高的话 那你可以稍微再观察一下 那如果说刚刚股息殖利率已经不错了 那它又距离这三年的平均价的低标 那一年当中的价格又比较来的接近 或甚至出现负的话 当然因为星光会负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亏损 所以当然市场上也是很很有效率的 那但是如果没有亏损的 那它价格来讲 跟它的均价三年中的最低均价来比的话 是比较低的 就跟我们刚刚看那个比特币也是一样 那你就越有机会 所以股息殖利率跟它的均价比较 就可以发现它价格的基础 好那看完金融股之后 最后我要请这个超人大哥一分钟 来帮我们做个结论 从纵观世界当中来看 现在资金往哪里走 包括你刚才讲到第一个 国债这个殖利率的部分要来做关心 另外在油价金价 最后资金的流动 来帮我们做个总结 好的 第一个来讲 升息与否降息与否 现在是要讲这个降息跟时间 那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时间期供在殖利率是你很好的一盏明灯 那第二个来讲 强势的AI股在灰达这些股票 它没有转落之前 甚至像国内目前主流股是台积电 那基本上这个人气很难散去 但是因为它涨高 当然会出现震荡 那这时候震荡你要所注意的 有人是说那这些强势股 可能回档很好的买点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有没有其他的个股 占了这些资金出现表现 甚至不包含AI股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所谓的股息殖利率的股票 或金融股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重点 好 怎么样来搭资金的顺风车 那下个礼拜呢 094年要开幕了 能够来搭ETF的顺风车吗 我们上后追踪 做头股底部股上升股下跌股 这个阶段杜大哥重责大人 要来帮我们区分一下 好的先上为什么要讲这个 先上第一个图形 就是说每个人定义不同 我认为这边要进行震荡 好刚刚刚我带来的图形 不用看这个这个格局太小了 这个才是对的 因为这个出现的记录现行的部分 如果这个地方我没有说涨 我没有说跌 我只说震荡 我只说会上跟下会震荡很厉害 但是如果在这边你做错股票 我也没有暗示说会跌多少 但这个的最起码打到这边会震荡很大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把它一个重债操作 涨时重视 好我们来讲这部分 我们下个图形里面 所以我就把这策略跟大家讲一点 现在这些以外主要看策略来了 好策略里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涨时重视跌时重止 所以强势股做多 不经常可以不减码 见到跌停要害怕 跌破月线就出场 我们直接来讲一个安国8054 拉长一点时间来看 限停 这边现在很多股票是不是涨成这个样一路涨 各位安国曾经神盾集团也是很强过 现在是不是很多股票也一直在涨 你跟着强势一直在做 中间都没有出现一个长黑过 这边一路噴出你都不用害怕 第一招是不是见到长黑要害怕 这是一个长黑要害怕 接着后来跌破月线你就出场 这是一个标准的态势 我们用这个来看 再来我们举一档股票 举今天的热门股昆盈 好我们来看昆盈 请各位 这个图做得很棒 放在这个位置 请同样的观念我们来讲 这个上涨里面你不用去害怕 你不要去放空 你不要认为不信邪 一路涨跟着做 现在很多股票还在涨 也不见得待个下个礼拜你就要跌 还有可能继续涨 你台移电有可能继续涨 来 见到长黑要害怕 接着这边是不是停顿 然后跌破月线 这边是不是整个就拜拜了 这是一个头型 好 那我们现在举一个完整的 我用AI NVIDIA创新高 我拿AI来看 AI是一个好的股票 我们看AI 第一档股票 3443创意 他的回档能买吗 答案是不可以 你看 可是他已经回到年限了 他完蛋了 好 我们来讲一点 为什么我认为完蛋 不代表他真的是完蛋 每个定义 各位我技术面 我认为 有人认为是可以买 见仁见智 V型反转 接着这是叫做一个很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大的一个右肩 台湾指数是不是这边创高了 他没有他跌破就往下来了 所以这类股票 我们认为他是个弱的 我再来看一个 我们在右肩反弹 2383台光电 好 那这个里面是不是 这个地方叫小头 这里出现一个震荡的一个小头 这边如果跌破掉 是不是小头了 所以这种股票他就开始弱了 不是NVIDIA涨他一定涨 我们再看一档股票 我们叫做 他不动了 因为 他要发AI的晶片 所以台积电代工会大涨特涨 可是发下来做伺服器的不动 我们看一档 广达 这可以伪创 伪创是不是大跌后压 拉上来 请放大这一块 好 停 这边是不是涨了以后 到这个地方 这个135 前面大压力在135.5 这个地方是110 112 这边有个压力在120 他在这地方来回停住 那再拉长 再把它缩小一点来看 你看 这边是不是这个标准现行在这个位置里面 他停住了 广达是不是也是拿到晶片做代工 那广达好吗 请看 是不是停在这边 伪创最新公布出来营收数字 创下近9个月来的新高 那就表示说营收可能开始出来了 哪有三月中有一个挥达的大会 那挥达大会那个时候 有没有办法 让这些AI股再起风云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刚刚伪创放大一点来看 我刚刚前面讲说我会关心 就是它的大会能不能再带动它 那我们注意一下伪创的股性 它是放逆空 它往上涨 NVIDIA有好消息 它就是弱的 所以以这样来讲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来看 站上120块才有机会往上 好我们所以观察它能不能往上动 好那这边举例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怎么跟着来挑股票 所以涨涨跌的时候 我们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来看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跳到说 我们搭车了 那这个表格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 因为它是要发 发完以后4月才开始下去马 那我说搭顺风车 见仁见智 它的个股已经提前被人家拱上去了 第二个今天既然大家要买这个好的ETF 所以所有ETF都在涨 对吧 是不是都在涨 那大家都在都在都在涨 好那再来一个 我们现在我的逻辑是怎么来逻辑 我就将它的一个持股要买的部分 如果两个重叠 来我这样讲 第一个目前已经它先讲它占比率最高的 比方连发哥是6.2% 那这个是不是它一定会重压 各位 这种股票基本面它全部过滤过 够好的 所以涨时重视 基本面你不用再去过它 你过滤了 用技术面操作 而且它等到拿到钱它开始去买 那相对大家会拱它 所以第一个是再来 重复多的也是一个好 它两个都重复了 那再来过去现行 我们现在讲 伪创是不是等到 大会它能不能跟着动 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里面是已经弱势 所以我们优先会把 联发科 这个大联大是摆在这边 这两个现役不过来就不考虑 所以这是一个分析的方式 我们在这个途径来了 现在是不是群光也很好 是不是又重复了 这比例也是5个percent多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再来关心的就是说长荣 它是将近四个percent 它这个940是大压9个percent 那这也是个重复 我们再来考虑 第一个基本面 全部很强的投信公司 很棒的研究团队 分析完了以后 这都很好的 我们再来只是用我们操作 第一个它高持股的 第二个合并的 好我们这样挑出来的就是 下个图影就看出来了再往下跳 群光是不是也是很好 好再往下跳 好我们来看 第一个最强的台积电 我们讲NVIDIA的晶片下单代工 就台积电 所以说它只要有产品 它就是不断往上 所以基本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拿到晶片才能去做它的代工 但是目前我认为可能不公量不够 所以有些都停顿 那这个股票持续涨 我们来讲 这个股票这边出现月季线 波段的黄金交叉 我们现在怎么操作 只要在这个地方震荡之下 我们在这个缺口没有破 这边就是OK的 那这个持续往上我们关掉三个东西 第一个肺半有没有继续涨 接着是不是它的ADR有没有涨 那接着你看一下 它有夜盘 这样的状况之下 台币一升值它就继续往上涨 今天下午的夜盘 台值其实还是继续喷 还是继续喷 那最主要是它占指数 各位今天来讲的话 就是它 就是它 好这个是唯一最好的 好最好最好的东西 不要不信邪 好再往下 好再往下看我的图表 那我们看它的部分 这是用年限 它是不是已经创历史新高 各位这个图形的秘诀使用给你 操盘在用一般你看的这个图形 分享你 这个地方是不是 它历史上是不是六百 七十九 它大的支撑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这样讲一点 这个位置 它目前还是往上在走 回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目前 这是大支撑 下个图形我们再看 再直接跳 大连大 大连大也是往上的 这是我认为是好的低机型 慢慢往上 下个图形来跳 好 那这个是不是都是 年限往上 下个图形里面 好 这个是年发科 这个是一定好 因为它做 真正做很多大陆厂的 晶圆代工 晶圆设计 这个现行往上以外 下个图形 看它的整个来讲 各位 是不是很明确 这个地方是不是创 这是一个大的压缩整理 整个产业面大改变往上 这个是一二零零 所以这边是不是一二七五 这个支撑没有破之前 它都是往上 所以我们要找的是重复且现行往上 甚至包括到一些低机期的 比方说 刚刚我们刚所讲的有有有关打电 等这些部分 所以在这边是震荡开始 不是全部都会涨 不是全部都会跌 我们可以搭它的轿子 然后在这边挑一些好的股票 这个股票也是慢慢往上的股票 因此震荡状况之下 重市不重值 因为整体在那边弄 还有有人在买 有的老板做坏事 倒股票全部出现 因此请记住 今天是震荡的纯粹操作策略 提供参考 好 到底遇到震荡期 台股没有天天再过年的 不可能天天涨 可是在震荡之际 到底要怎么样太弱流畅 这样的操作策略提供给您 好 重电股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度发动 因为在电价省云委员会要召开的同时 今年是不是电价真的势必调涨定了 只是涨不会多少而已 那重电股呢 到底在这里还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是有的 因为可能很多的好朋友 他目前的眼光都放在台湾的涨电价 但是呢 其实你把眼光放远一点 格局放大一点 你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 涨电价不是只有台湾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未来像是这个AI一直要持续发展 那AI的耗电是恐怖 像我今天有在录节目之前 就看到这个我们的部长 有谈到台积电24小时 那当然这其实就是耗电量的一个增加 主要当然是工业大户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去思考 你随着AI的耗电 一直持续在投资扩大 你耗电是一定是往上走的 而且这不会只是单单台湾的问题 对 全世界都一样 所以至少不总早在一个月前 2月22号上股市现场的时候 就跟我们谈到这样的议题 对 所以这个是大的趋势 那当然我们等一下也会举其他一些大佬 企业大佬的一个看法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2月22号 除了谈到半导体的一个政策之外 这是赖清德副总统 接下来就是总统即将要谈的能源政策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除了这些之外 当时候不管是市电雅力都还在刚开始而已 那当然今天能源的概念有一些受到市场影响 但是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 我先讲在前面 我说要各位看这个 不是要你看消息去买大同 不是 而是要先举几个例子 你第一个你先看 这是王恩集团的总裁王阳王总裁 先前也有买进大同的股票 这是第一个 大同其实这两年的经营 这前几年的经营权换手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的方向都是一直在朝这个除能的又方向在走 这是第一个你先记得 为什么朝除能或者是朝能源的概念的方向走 第二个连固守本业这么多年的大力光 也开始跟工业院合作 新成立即将要转投资 要成立能源相关的公司 发展锂电池的负集材料 这也是能源的概念 你看到已经 你已经看到两位企业界的大佬 在做这样子的动作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马斯克我们常常讲他是外星人 因为他的眼光也看得很前面 有时候企业家的眼光 比我们一般小产物朋友看得更远 更长远 所以有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 马斯克前两天这两天才特别谈到 目前是缺晶片 目前是缺晶片这件事情 未来转为缺电 那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再提一个例子 像欧洲 像最近大家接下来要涨电价 然后前几天那个什么 这个我才问一位瓦斯航的老板 然后问他你们那天要涨价了没有 他说要等经济部公告 那我这边的意思是要什么 电价涨天然气他当然也会涨 逻辑上是这样很正常 然后你知道现在在欧洲 像是德国 他今年2024年最新的法规 因为欧洲很冷 天气是冬天的时候很冷 室内都有那个暖炉 他现在大部分传统旧的都是 烧天然气那种锅炉 现在要改换另外一种热交换式 热交换式 欧洲预计在2030年以前 全面淘汰 传统的旧的烧天然气那种锅炉 全面要淘汰 然后德国从2020年 就是今年正式开始 你新盖的房子 全部都是要装新的那种热交换式 所以这就是大的一个方向跟趋势 因为你一直耗用那些有限的能源 你只会越来越贵 越来越贵就是越来越贵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跟结果 那当然每一次谈到这边就会有人说 那我们去用那些无限的能源 谈到无限的能源 风力它是一个 但是谈到无限的能源 就会一定会有人去想到 以前的太阳能也是讲那么大声 就烂了那么久 那为什么太阳能会变成这样 这个其实追根究底 太阳能它的发展前景 在当年是被中国大陆害到 整个产业被中国大陆搞烂 因为他们拼命的消价竞争 但不管市场的一个规范是什么 拼命的消价竞争 整个行业就糟糕了 它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 既然你知道这个大的方向跟趋势之后 你AI在长 未来能源的概念 为什么这几天经济部立法院 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它就是一个大的方向 而且它会像你看像还有 我们刚刚为什么特别要谈到中国大陆 你知道吗 风电跟或者是这些重电的概念 基本上在这一次 你会发现已经有一些公司 开始往其他国家去做投资 去做合作 以前这种重大的公共建设 中国大陆其实去跟那些 其他的一些国家签了非常的多 但是这几年其实风向都开始改变 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 然后陆续跟以前像什么一带一路 那有一些国家他也发现了 你帮我盖一个铁路 然后结果叫我贷款 贷款还要还你钱 然后经营钱还在你手上 大家发现这个事情 所以后面他其实有很多的国家 他开始其实有选边站的一个状况 那选边站了之后 他其实就成为我们台湾的公司 最好的机会 所以你看有一些公司 像大同他去的印银 就是这个因素 所以这个是大的一个方向跟趋势 那如果说像这样大的方向跟趋势 他是对了之后 短线当然一定有时候遇到这种盘面 受到影响都很正常 但是你先把大方向先掌握清楚 细节我们再来去看 一档一档慢慢看 然后呢 我们上面先给各位列的这一些 都是最近的确表现还不错的一些个股 那我们先来看 其中你仔细看几档 1503的试电 我们先来看他的技术面 1503的试电你会发现 今天也是丑丑的一根黑黑 不过量缩的也非常的快 前面这个量滚量滚上来之后 这边打了一个小小的头 所以他会引发卖压都很正常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小小投资上 他其实只有这一根带量往上回 可以放的时候 他有出量 其他量其实都是缩的 所以这背后就代表了什么 背后代表的是说 如果我们不谈刚刚前面整个产业的大环境 如果你这些都不知道 如果单纯我们回到 这个我们刚刚杜大哥最喜欢谈的 技术面的部分 小小的头 其实后面稍微整理问题都不大 问题都不大 因为他毕竟不像刚刚杜大哥所举意的 那个昆尹一样 这个盘的比较大的一个头 逻辑上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来去看像是 6806的升微能源 6806的升微能源 甚至连盘都没有 就是没有在上面盘 在前几天还过高 过高之后震荡震荡 这边有人想卖有人想买 震荡震荡之后 遇到今天的一个状况 杀了下来 这一条它是十日线 这一条是十日线 所以他等于是刚刚好 好股票遇到坏事情 回撤到十日线 量目前是缩的 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接下来下个礼拜你就去观察 这些能源的股票 它没有成头的现象 在这边震荡 震荡整理之后 再往上攻击 突破前高 它的机会会存在 比起那上面已经盘很大的一个头 要再创高那很困难 逻辑上是这样 这是我们回归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来去看 我们再来看这个 亚力 亚力的一个部分 你看 亚力前天还创高 那昨天 其实昨天就有垃圾盘的味道了嘛 所以你会发现 连两天的下沙 量都急缩下来 我们很标准的 如果前面都不探讨 用技术分析来看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涨多回答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涨多 拉回的一个状况 不代表趋势上的改变 当然我们也很同意 刚刚杜大哥有特别谈到 接下来个股会大震荡 所以选对股票它就很重要 所以你不要去找那种已经成为头部 已经成头的会比较辛苦一些 我们再来去看 其实这是能源政策的概念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角度 还有再看一点 8996的高利 如果高利就从一个位阶上的角度来说 我们先把图缩小 我们请导播先把整个图缩小 它是一个低位阶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它相较于之前 整理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最近也打了两个原型底 上来之后 仅限位置在这边 然后我们再请导播 把这一小块把它放大 看得越来越清楚 你会发现这两波 回撤下来再往上冲 冲下来再回撤 你会发现它也是一个按照 它其实这两天的影响 都有影响到 很多中小型个股 都受这两天垃圾盘的一个影响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卖动是没有改变的 到目前为止 卖动是没有改变 没有被破坏 它原本的上升的一个结构 所以整个总结下来 我们回到刚刚最一开始 小玉刚刚所问到的 能源的概念还有没有机会 大的方向大的趋势 中长多的格局 目前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小的格局当中 它一定会受到这种垃圾盘的一个影响 这都很正常 今天90%的股票在跌 如果今天我们再看一档股票 整个市场绝大部分的股票都在涨 就它在跌 是它有问题 没错 但是如果今天整个市场 几乎大部分都在跌 这个是市场的因素 不是这家公司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区分清楚之后 其实我们谈到这边 投资好朋友 给各位先做个总结 AI是大方向大趋势 能源一样也是大方向大趋势 更重要的是 台湾的企业 现在开始跨出台湾 走到国外去做投资 这才是真正我们未来 会关注的真正重点 所以重电股影响的 反应的不单单 只是台湾要涨电价 这项副总用更宏观的角度 告诉大家 未来在AI的时代 缺电这件事情一定会变得更严重 而且各国都在进行基础投资的同时 这些重电股 其实在未来还大有发展 短线上也许会受到震荡 但是在整理过后 有没有机会再攻 这个部分也特别借由智祥副总今天的介绍 提供给您这位参考 也欢迎分享我们的影片给你的好朋友 今天本来一开盘的预估量还冲破6000亿 虽然最后大概5000多亿做收 但是您就会发现最新这两天爆量 量增加在哪里呢 有一些个股涨 有一些个股跌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量增的前10名个股 那下跌的这个箭头 就代表今天中场是收黑的 日元光投控 今天的量就比昨天多了4万多张 凯威长荣金元店台气盈中信金开发金康和正不入微跟超风 好副总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是的我想今天的筹码 我必须要说实话 非常难追 因为今天我想各位所有的投资朋友都知道 他是跨过了碰到了2万 然后上下震荡的这么剧烈 当然你的筹码的换手状况 他会非常的剧烈 所以你会看到可能有一些股票 可能外资在买 但是最终却下跌 那背后的原因 其实当然一定有人趁着拉高 他卖了一些股票 但是如果外资又去买 可能投资朋友就会去想 为什么外资买不上去 这种时候他会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当然一定是卖押的力道 比买盘的力道大 当然他会跌 但是如果你今天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你看到这样子的气氛 你如果你是外资 看到今天这样子的气氛 你正在大买台积电 你正在敲的时候 奇怪的敲不上去又杀下来 那你一定会适度的先缩手一下 那缩手跌到一定幅度的时候 你可以下去低接一下 所以他中间他就会有一段 下跌的过程当中 人家不碰 所以不是今天外资买他跌 就一定是卖超的力道非常的大 而是今天的市场气氛对中小型个股来说 或者是对有些创高股来说 容易出现开高走低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市场因素所影响到 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看到量争的前十名当中 网上冲上去却收黑的日月光投控 这一档我们要特别来讲 为什么 因为毕竟他前两天非常的强势 而且是创高 但是创高之后却压回 这很标准的创高压回 但是你说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 他整体的趋势 我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 你要先看一件事情 第一个今天的高点 是他这几年的高点 这没错 但是他网上创的过程当中 他的趋势是存在的 趋势是存在的 只是今天他可能量稍微大一些 所以你如果在接下来 假设一件事情 假设下个礼拜 不小心又继续拉机 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不小心又是这样子的盘 这个他还是会被带到 所以短线的位压在这边 这个其实就牵涉到短线的一个操作的节奏 所以他其实你在低界的一个部分 其实他正规力偏高 这个多方缺口都还在 这其实就是套用刚刚杜大哥所说的 多方缺口还在 看多偏多思考不变 但是冲上去带亮黑 你说是技术面的败向 有事 但是趋势不一定会随着技术面的败向 一次就扭转 或者是一次就改变 就像这一次的震荡 OTC一路往上过程当中 连续两根的黑K下来 而且看起来都带亮 但是要记得这种多方的趋势 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叫做 多方多头格局缓涨 缓涨急跌 那个叫做多头 连续第一次的震荡压回 这是这两天 是本波段出现的第一次震荡压回 那基本上的概念叫做要拉回 要去找买点 这是第一个大方向 然后再来 大家最近也很关心了长龙 当然这背后当然一定有 跟ETF的关键性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长龙今天其实也有出现一些 比较震荡的一个状况 冲高之后他盘中 我记得没记住的话 他还一度稍微有一点点的翻黑 但是后面又收上来 后面又收上来 又稳住正脚 所以长龙他的趋势 就是如果我们单纯就短线趋势来看 因为你谈筹码 基本上以短线的角度 看产业以中长龙的角度 所以短线搭配中长线的角度 来去交互配合参照的人来看 以长龙来说多方趋势目前没有改变 但是你这个就要去看什么 看什么 因为最近其实有一些控盘的股票 或者是权重的股票 这个其实都叫做权重的股票 就跟指数有关 都是跟指数有关 但是如果对到 刚刚杜大哥那个上升线型的一个 一个走势的话 短线如果建高震荡压回 后面他们就会稍微比较辛苦 就会比较辛苦 所以不要过度的追高 也是这样子的权重股一种操作策略 沿着线操作正乖离太大的时候 不要追 好今天金融股量增 谁在买外资 外资买超的前10名个股当中 您看到好多都是金融股的色彩 包括了国泰金中信金 还有一半以上都是在买ETF 今天低档跳起来了 还有台积电继续买长荣行 是的我想以个股的来说 那这个不用讲 这个已经连路上的阿姨长辈 阿公阿嬷都懂 所以这个就不用再分析 台积电也不用分析 多头就是多头 那连电我反而我还是比较质疑 这其实就回到我刚刚最前面一开始所说的 如果为什么就那几档ETF 连电持股比重放在前面很前面的 我就会把它淘汰掉 因为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看 当然你从短线上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连续长黑回测下来往上反弹 反弹之后再打了一个圆形底上来 然后带量开始往上攻击 今天做实质下方多方缺口 当然这看起来它是要做一个漂亮的底部形态 漂亮的底部形态搭配颈线 当然颈线目前还没有过 这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们如果再配合产业的角度来看 我真的不敢去碰成熟制成的股票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开出的金元场 在今年真的太多了 太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去思考 它是不是到后面就演变成 刚刚所讲的太阳能一样 被中国大陆销价竞争 跟之前的面板双虎一样 中国大陆又销价竞争 每天喊着狼信 然后就一直销价竞争 就搞坏了市场 这样不好 大家有钱大家赚 不要去搞坏市场 所以我的逻辑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它的潜在性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不会因为 它短线这样的带量冲上来 马上就决定它是好的 我不能这么说 好那外资今天调节的重点当中 我们看到麦超的鸿海滑邦店 还有部分的高股息 另外包括了金豪科中石化 鸿基台塑 台塑今天台塑四宝还在破底 然后开发金华泰跟奈亚科 这几支 中石化 台塑 你会发现 一个虽然很低价 然后台塑为什么还在破底 你这些 你都要去思考到一件核心的逻辑是什么 这很标准的空方趋势 很标准的空方趋势 其实我可以很简单的去套用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其实前面讲到 AI的大成长 AI的大成长带动能源的一个成长 但是你有发现台湾目前的关注的政策 这些比较传统产业的重 这些比较传统产业的石化产业 它会比较辛苦一些 它真的是会比较辛苦一些 因为它已经 我们讲比较不好听的 它其实不是被排除在政策之外 而且又耗电 我们就点到为止 你就应该要明白 这样的空方趋势的股票 不要留 真的不要留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投信 好了 投信今天买超的前10名个股当中 它一样也是买联地 就是它自己高股息的ETF 那一样都是这些成分股 另外包括了中信 东源 日月刚 汉唐 瑞宜 莲勇 跟力成很多都是高股息的成分股 再来卖超的部分 投信卖超的重点当中 您看到了卖债 还有微创 微创在卖 三位能源东阳智元 来帮我们看一下 是的 我想在高股息的部分 当然它前面几买超 几乎都是高股息的股票 所以这个都是高股息的 这个其实都不用多说 都是高股息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搭着高股息的 这个趋势跟着上车 基本上我认为短线它是OK的 尤其是在那种震荡盘式当中 像是那种ETF的买盘 它格外的稳定的 稳定军心的作用是特别有用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前面才会说 不是说后面深贡的是去帮前面的抬交 不能这么说 而是有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产品 那有这样子的资金推出来之后 投资的力道 当然投入到股市 我们其实是非常乐见 那投入到股市相关的个股 人家愿意买超 推动我们的个股也很漂亮 所以相关里面 你在今天有看到的 如果说你是认同高股息的 不是高股息 就是单纯是ETF的买盘的话 这样子在短线上来说 这些股票或许它会比较稳定一些 比较适合一些比较 心脏不是这么大的投资朋友 好今天外资投信 副总有说了真的很难解读 因为今天的大震荡 不过在这样的太弱流强格局当中 的确也让投资朋友 在周末做好功课 让我们一起来迎战下个礼拜的台股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分享我们的影片 给你的好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